是喔 最近這個世界真是天災人禍 不對 我這兩天最精神是這個長沙 沒錯 長沙的大火 這麼大的大樓變成了一個大煙沖 變成一個大火炬 然後呢 中國大陸更妙 他說 沒有喔 這麼大的大火沒有人傷亡 可是你明明仔細看 有一個一個火球從裡面跳出來 那那個火球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 更妙的是 現在這個影片是原來被劫住的喔 現在你去找 你現在在中國的網路上找 已經找不到 任何長沙大火的照片跟資料了 寶傑 9月16號對這個中國來說 是非常詭異的一天 為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這畫面是長沙第一大樓 它有218公尺高 它上面有42層 那下面有兩層 那從5樓開始燒 寶傑 五樓開始燒的時候 它居然之間 在短短的十幾分鐘 就居然我已經整個 大樓已經完全燒成這個樣子了 這麼大的大樓 你不是應該有所謂的 防燃的裝置嗎 你不是應該有所謂的 應該隔間 就是說防火區隔嗎 怎麼可能燒得這麼可怕 寶傑 更誇張的是什麼 燒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裡面也蠻多工作人員的 你就沒想到 中國就說 我們這個火災 沒有人任何傷亡 沒有傷亡 大家完全都不相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也無法討論 那既然沒有任何傷亡 那你幹嘛封鎖 目前為止 大家覺得很奇怪 而且 你說這條新聞完全被封鎖 而且那天下午的時候 長沙不是只有這個地方 發生大火 同時之間有大概 三四個地方發生大火 好 緊接著在 這太詭異了吧 三四個地方 下午發生大火的時候 寶傑 基本上你知道嗎 沒多久之後習近平馬上就從上河會 馬上就趕回來 那因為為什麼 所以習近平從上河會趕回來 是為了這個事 因為9月16號那天晚上 是上河會的閉幕點 晚宴 他就 還沒有晚宴 都還沒舉行 他就在下午 就重重忙忙的趕回北京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 好 我們現在來講 為什麼這個火災燒得這麼大 因為這棟大老是隸屬在 中國電信使用 有人就說裡面 因為中國電信有非常多基地台設備 所以裡面有非常多的電池 所以有人就說 那整個火燒的過程 有聽到 電池爆炸的聲音 裡面有爆炸聲 甚至有人就說 因為那個地方有備用的發電機 所以有囤了大量的 這個35噸的柴油 所以因為這樣就發生了 大火的這個狀況 柴油沒有那麼容易燒吧 你看這是一個人 一個人他在辦公室裡面 從他拍出的視角 他說我真的看到這個火這樣燒 我就覺得我已經完蛋了 可是你那時候 整個這樣往上燒的過程 非常非常嚴重 剛剛講你如果這樣子燒 燒得這麼嚴重 那你告訴我沒有傷亡 沒有傷亡 我以為說那天放假裡面沒有人 可是剛剛講你現在 你們已經從裡面拍出來 裡面有人 而且外面都是大火 你居然沒有傷亡 原本一開始的 裡面還蠻多辦公室的人 我們看到他們都 從那邊跑出來了 我就講十幾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這樣燒成這樣 那你高樓層那些人 到底有沒有逃出來 大家不知道 反正現在為止 中國的官方是認為說沒有任何人傷亡 好那為什麼這件事沒辦法討論呢 第一個 因為有人就馬上弄出來 這個長沙大樓已經注定會火燒了 為什麼 有人就說你看 他這個是之前的這個 目前荷花園大樓消防設備 存在這個超過期限的運行 那部分設備設置 不符合陷阱國家規範標準 火災警報系統 那防煙系統 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隱患 這是之前就這樣說了 難怪防排煙火災警報 你都沒有按照規範 而且你看他的公告時間 招標時間是 這個就在火災發生沒多久之前 那事實上這棟樓是2000年就完工 所以照理說 這是中國電信 中國電信也是中國前三大公司 那你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呢 結果現在大家都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局面 主要就是因為他這個 沒有任何消防設備 這種所謂煙囪效應這樣往上燒 往上燒之後 結果你知道第一個時間裡面 很多人在傳那種所謂逃難的畫面 傳那種所謂的火災的畫面 結果沒想到 他們都沒辦法傳出去 已經沒辦法傳出去 訊息全部都被 完全訊息都給你中斷掉 那好 中斷掉不說 保險家事實上人家就說什麼 這裡面一定有貓膩 為什麼 因為這種大老是隸屬 在中國電信對不對 有人就說裡面是什麼 裡面有這個長沙最重要的一個 25G的光纖骨幹在這個地方 你為什麼要把它燒掉 那燒掉是什麼意思 整個就長沙 很多網路進到湖南省的最重要 進到這裡來 就進到這裡來 那完全被燒掉 他是長沙的網 連說他是湖南的網路中心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有人就說 這不一樣 很不尋常 他說這個低樓層是 很多部分是中國電信所 高樓層是什麼 長沙的這個 這個湖南省的省委的 這個中紀委 還有這個監察廳的辦公室 就在樓上 那甚至還說最頂樓 有一個是在關 專門關人的 就沒有去上燒掉 裡面還有怪事人 對 你看這個高層是省紀委 這個軟禁人的地方 就是你有犯罪 我就把你關到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不是講到嗎 中國你只要怪事的時候 就有火災 所以就有人說 難道這個火災燒是要燒 上面是誰在那裡面 常常是你們講說 中國有雙規 對 規定時間 規定地點 晚上要把你軟禁起來 對 搞了半天 雙規的軟禁地點 搞不好在這裡 對 所以就有人說 那道這個很詭異啊 就非常多詭異的這個事件 好 我就講 不是只有長沙這個 中國電信大樓出現這個大火 這是另外一個地方 長沙的這個電信大樓 控制沒多久之後 在開服飾這個地方 馬上又發生一個大火 這個大火是全市的人 幾乎都看得到的這個大火 也就是說它是 這個長沙這個所謂大樓 這個這個 中國電信大樓 是全湖南長沙市都看得清楚 這一次也是一樣 就沒多久之後 七星園這個物流元序 又出現了大火 燒給大家看了 等於是連續發生非常多大火 長沙市民全部都看到 那到底是什麼回事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而且還不只這樣 其實當天好像同時 有三四場火災 同時在那邊發生 你看拍來拍去 繞來繞去 都有火 這個火焰在這個長沙市 大家覺得到底發生 你看這是不同地方 你仔細看 不同的視角 有不同的冒煙的地方 大家覺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為什麼我就講嘛 那一天16號下午發生火災之後 這個習近平就趕回北京 趕快了 他沒有參加上合會的這個閉幕點 就直接回來 所以剛剛講到 其實這個就是閉幕的時候 是所有的元首在齊聚一堂 就只看到土耳其的總統 連普丁都像小孩子 要規規矩矩的坐在這個地方 習近平不在了 他就趕回去了 而且那同一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中國的這個公安部部長 才說什麼 我們要效忠這個習近平 就不要長沙就發生連續的這個大火 這個所以很難解釋 那習近平也趕回到北京 所以才說9月16號 而且那9月16號什麼時間嗎 因為再一個月後就要召開20大 所以到底是什麼事情發生了這個 所謂長沙陸陸續的大火 現在中國也都在探討 但是中國的亡民是不能夠討論這件事的 老大 之前講過 中國每次一換屆 都是最詭異的 什麼怪事都會發生了 好 我們之前講過了 中國什麼時候開20大 10月16號 就這麼巧 9月16號長沙大火 然後到處大火 剛好一個月也太巧了吧 大火我覺得 它可能還比大火更嚴重的問題發生 因為現在因為有很多方法 可以把那個畫面拍出來 那這種大火很嚴重 這怎麼可能 這個在台灣這種事情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還看到這個畫面也是有怪事情 這個上河會議 上河會議最重要的一餐的晚餐 這是一個餐會 這是晚上的餐會 開完會之後當天要吃飯嘛 吃飯之後大家聊天 結果這裡面最重要的人是誰呢 習近平 其實習近平嘛 因為習近平是這些所有的人裡面 期待他到場的人嘛 因為這些人大部分二分之一的國家 大部分國家不講二分之一 應該講說百分之八十都是窮國嘛 窮國等凱茲來買單的嘛 習近平來 大家歡迎就要買單 結果你看他那個坐在那邊 在那邊大辣辣在那邊講話 最大尾的是誰 是土耳其在那邊 然後普丁也坐在下面 對不對 所以習近平不見了 那上河會議是誰創辦的 是誰 中國創辦的 中國 他是先召集的這個召集人 結果他跑掉了 落跑 落跑的結果是幹嘛呢 他就不要跟你這些人扯 不要跟這些人扯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不要跟俄羅斯扯 所以他這個態度就是表示 他拒絕俄羅斯 所以他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嘛 也就是很簡單啦 在美國壓力情況之下 習近平又在俄羅斯壓力情況之下 不得不去應付一下 應付完了之後落跑 不敢給錢 也不敢給軍火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現在變成中俄關係 會發生快速的變化 而且惡化 會一直最近會開始 會變得逐漸的表面化 好 中國10月16號要開20大 20大之前 現在在天津 出現一些怪事 我看到被拍出來 天津的街頭 都是裝甲車 而且這個20大已經快要開了 所以最近一段時間裡面說 習近平一定要加緊 對軍方的控制 就在最近一段時間 在天津 在北京的門戶 天津這個季縣這個地方 被人家發現他說 怎麼街上有停了 上百輛的坦克車 還有裝甲運兵車 還有彈藥補給車 這個看起來的話 好像是要上前線戰場的感覺 因為 在天津街頭 因為他們好像是真的有準備要上戰場的狀況 大家想說有必要這麼緊張嗎 那事實上除了天津街頭的戰車之外 這幾天發生了一件非常詭異的一件事 9月8號的時候 中國中央軍委會突然之間開了一個會 這個會裡面還要說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中央軍委會有升上將的儀式 他都一次升七個 升八個 但是他這一次只有升一個人 就王強 一個 就一個人 而且他是 好像這個不是原本的行程之中 9月8號就升了他 升了他 升上將之後 然後同時他就接了所謂 北部軍區的這個司令員 那他想 北部軍區不是本來就有個司令員 叫李喬明嗎 那怎麼突然就換王強 那到底 是為了要讓王強去接北部戰區的司令 對 硬拔升上將的 對 好那為什麼 那這個大家為什麼覺得很奇怪 我們從前一天的時間發生什麼事 在9月7號的時候 在瀋陽這個北部戰區的軍用機場 漁洪機場這個地方 突然之間被人家拍到什麼東西呢 有個戰鬥機在那邊飛 那飛的時候突然之間還有槍炮 好像是有那種防空炮在往上開 你看 你就看到一個亮光一個亮光 好像有防空炮在往上打 蹦蹦蹦這樣的聲音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 因為也沒有人來解釋 所以9月7號發生這件事 9月8號就發生了王強聲 然後這個原本的軍事將領 李喬銘下了一個狀況 就發生這樣的狀況 然後緊接著來 在隔一天的時候 王強已經擔任 北部軍區司令的員之後 這個9月9號的凌晨的時候 瀋陽出現了非常多軍車 這軍車裡面來說 旁邊都有這個 這個好像摩托車在那邊戒戶 那到底裡面是 到底載了誰 還是用了誰 那王強就很傳說 欸 是好像是 因為當天在漁洪機場 有發生軍事政變 好像一次發生軍事政變的時候 他們要運屍體 把他運出來的一個狀況 沒有人打死了 對 大家不知道這到底方 大家完全不知道 這到底是什麼局面 好 那為什麼有 為什麼這件事 引起大家注意呢 保證 保證 這個李喬銘呢 他事實上現在很年輕啊 他現在才61歲 他沒有到中國軍方 是65歲上將才要退院 而且過去一段時間 他跟習近平的關係也很好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 把他換掉 有人就說 欸 這個李喬銘 被習近平查出來說 你好像呢 你是不是別的人馬 所以他這個時候趕緊把你拔掉 那是不是他要把他拔掉的時候 李喬銘呢 他就根據跟你破罐破摔 就發動這件事 當然目前為止 這個傳言非常非常多 但是你可以知道 這種緊張的氣氛 在北部戰區 在天津都出現 尤其北部戰區 所以你說北部戰區 這樣子突然升上 這樣突然的換人非常不尋常 非常不尋常 你就算了 馬上天津季線 其實包括東北 都有戰車上街頭 你如果看這個時序來說的話 你看這個所謂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 習近平第一個地方到哪裡 他就到瀋陽去了 他一直到北部戰區來囉 北部戰區來的時候 因為北部戰區就 包括東三省 還有內蒙 還有山東的這個軍力 這個地方是很靠近天津 他是不是當初就去看一看 這個李喬銘 你到底可不可以撐得住啊 到底可不可信 是不是發現他不可信 然後趕快把他拔掉 一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現在 習近平似乎還是在不安之中 他還在清洗啊 對 軍隊清洗之外 另外一個 政法體系繼續清洗 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有兩個這個高官出來 這是一個中國國安部的 前黨委的這個叫劉彥平 然後被他發現到什麼 他跟這個孫力軍集團有相關 另外一個還有這個 他們這個高 中國最高法院的常務副院長 沈德勇 他被他發現說 其實他是江西邦 他也是孫力軍的集團 所以江西邦不就曾慶紅了嗎 對 那所以他們現在 再繼續清洗政法 包括司法體系 還包括國安體系 繼續在那邊清洗 所以事實上現在整個 你看 而且他們這個中國共產黨 還要說什麼 做到兩個確立 兩個擁護 那確立這個習近平的這個核心 然後確立習近平這個 新時代社會主義 這個新思想的這個核心地位 你看 現在還要再強調這些 他想說你這個到底是有完沒完的 一個局面 好 那於是最近有兩篇文章 在網路上引起大家的討論 兩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中國的官方的這個智庫 他發表了一個叫做什麼 這個關於研究的明清時代 所必 閉關鎖國的問題的心探 他裡面講的什麼 大家想說你這個閉關鎖國 因為很多人都質疑說 就是因為明清的閉關鎖國 讓整個中國國力衰退 國力衰退 但是他說不是這樣喔 他說其實呢 這個落後封閉 這個不是明清時代 中國的主要內容 也不是明清對外政策的全貌 不能夠把明清標誌為閉關鎖國 有一些西方社會認為說 中國是個擁有高度 文明的這個禮儀之邦 所以他其實在 對明清閉關鎖在洗白 所以就有人說難道 你是準備要走這條路 你在做這樣的一個思想建設嗎 好 那除了這一篇文章 引起大家的討論之外 還有另外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一個 中國的這個華泰證券 發出的一個文章 他這個文章是什麼呢 新冠 海外新冠變種死亡率 已經低於流感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中國不需要 在這封閉 結果這樣 這篇文章出來的時候 大家其實很開心 網路點閱率非常非常高 結果沒想到 你現在去中國任何網站 查這篇文章已經沒有 被下架 被封鎖了 連這種文章都不可以 這種文章已經被全網封鎖掉 所以他事實上現在 似乎是整個習近平擺明了 他講什麼 你從這篇文章來說 他是要閉關封鎖 另外一個文章來說 他是不是還要在極端封鎖 大家想說完蛋了 為什麼完蛋了 你看最近一段時間 這是上海 如果你有去上海的陸家嘴 陸家嘴這個地方 有一個到政大廣場 政大廣場其實是當地 一個非常知名的廣場 結果人家興趣裡面 哇 慘嘛 都空了 完全都是空掉 裡面 只有健身房還開著 其他地方完全都 空置率已經高達三分之一 有約莫百分之三十四 完全都沒有人在那邊營業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以台灣來說 在台灣地鐵站旁邊來說的話 照理說應該有很多商家 就在上海地鐵站的商家 旁邊完全都關了 所以現在大家想說完蛋了 這個整個經濟的局面 整個真的是相當相當糟糕的狀況 那他可怕是連這個中秋節都沒人 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保證知道 是現在整個中國官方 也似乎意識到說經濟不就不行 所以他們最近 地方政府開始動了起來 地方政府動了什麼呢 你看 從最近一段時間 廣東 青海 甘肅 新疆 還有吉林 他們都說什麼 我們現在我們地方政府 我們過去有發包給很多小企業 小企業現在要倒閉了 我們趕快拖欠這個小企業的貸款 趕快要給他錢 不然會掛掉 所以你看他們現在開始什麼 國有企業 央企大型民企 不得利用優勢地位 拖欠民營的企業的 中小企業的這個賬款 趕快給 因為不給要倒了 他們要倒 要掛掉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省份都出來 趕快給 趕快給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我們前幾天講到說 恆大已經被鄭州市政府要求說 你要給我復工 30天之內要給我完全復工 現在不是只有鄭州 現在連山西太原這個地方也開始了 他要求說你恆大 融創這些 你原本這個停工你要給我復工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開始了 這個小企業要救了該救 這個爛尾樓要趕快來救 30天之內務必要在20大之間 給我解決這個問題 否則習近平經濟也搞不好的話 那真的是很難過20大 我們現在談到是中國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它的地方財政出問題 對 地方財政特別是因為我很多的篩檢 現在要地方政府付錢 然後呢 我的這個所謂的財源又減少 對 所以我現在變得很困難 那我怎麼辦 我就開罰單 對 鄭州這個太誇張了 20天開出74萬罰單 收了多少錢 收了6.6億的台幣 而且事實上在去年的時候 很多中國民眾就說 我們的罰單也未免太多了 你知道去年喔 去年中國的這個 2020年的中國的交通罰單 一共高達3千億 3千億來說的話 中國有車輛大概2.8億億台 所以也就是每一台車 每一年被罰了1千多塊 但想說這太誇張 這一定是有亂浮報的這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最近起 亂浮報的時候越來越嚴重 亂開單越來越嚴重 所以8月17號的時候 中國國務院就說一個 你們的關於進一步規範 行政財良權基準規定 還有管理辦法 就是說你們不要再亂開 叫減少亂開 結果他講了才沒多久之後 大家繼續亂開 最近那個紀錄就是 鄭州市的承管部門 20天開了74萬張 然後一共折合人民幣是1.5億 折合信貸幣是6.65億 大家想說太誇張了嘛 20天你罰了6.6億 對 罰得非常嚴重 而且很多人就說 你根本就是故意要罰款 為什麼故意罰款 他們有一個規定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違庭的時候 他們會通知你 假設劉寶傑 我手機通知你說 你的違庭已經超過時間了 我要開你發單 你趕快回來 結果被想到他們都說什麼 我都已經被開完罰單之後 才收到我已經違庭 也就是說刻意的 讓這個電信公司通知你的時間 比較慢 變成是說你真的是違庭 你沒有收到通知 沒有 我有通知你 但是那是因為電信公司的關係 我管你 你自己已經違庭超過時間 你就被罰單 他們覺得你這樣太誇張 很故意 好 那除了這個很故意之外 另外一件事 這是中國網友爆料 他說有一個這個孫某某 有一個人 他就見了一個孫某某 所以孫某就是他們城裡面的 一個所謂的這個執法人員 他跟他說什麼 他說我常常開車 開車你們常常開我罰單 這樣太麻煩了 那萬一我被人攔掉 我做生意又不方便 這樣好了 我們用這個 我們一個月 一個月月票的方式 看你一個月要罰我多少錢 那罰我多少錢 我們Nego好 我們協商好之後 那就這樣 罰他快有月票 對 因為我每次 反正我都知道你們也要業績嘛 你們要業績 你們有時候可能動不動就攔我 那我做生意很不方便 那我就直接跟你躺著說 保潔兄 我們就一個月票解決好了 結果他們就在協商 協商之後 果然最後達成一個月票的這個 他就列印出一個月票 然後月票之後就這樣 然後於是呢 你就執法人員就看了這個月票 我已經繳了月票了 這代表什麼 剛剛講 鄭州如果在20天 可以開出6.65億 你要躲擾民 你等於看到車我就開 看到車我就來 看到車我就可以找你麻煩 我怎麼樣都可以找你麻煩 我覺得山東是 不是只有鄭州 山東也煩不勝 大家都一樣 我煩到說乾脆 我就給你月票 我乾脆給你一筆錢 你不要再煩我了 這個人就說 那我一個月給你多少錢 就這樣子 我們談好就這樣子 結果最後就是這樣 每一量的話2000塊 就這樣子 反正就這樣是正常收費 然後最後一量的話 給你優惠1000塊 所以那變成是這樣的局面 等於說我什麼都沒有 第一個 我一個月要交給政府1萬塊 要不然就至少要5000塊 對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案子是什麼 有一個這個在洛陽市 他就說什麼 我坐在公車上面 坐在公車上面 結果沒想到 這個交通警察就上來了 上來之後 每一個人都給你開罰單 每個都開罰單 罰5塊 罰5塊是什麼 你坐這個大型能源汽車的時候 沒有吸安全帶 他想說這 他沒有要吸 結果沒想到 但是他們就說 你這樣太誇張了吧 你們政府部門 你們這個車輛 根本就沒有裝這個安全帶 讓我們吸 沒有安全帶嗎 沒有安全帶 他就說這是什麼 所以他不是有安全帶 沒有吸安全帶 是根本沒有安全帶 他說這是什麼 洛陽市的交通運輸局 裡面的這個交通集團 結果他就說 沒有 我們城下沒有這個交通集團 所以到底這個 你坐公務車的時候 他沒有這樣 我害我被罰款的時候 結果被想到公務機構 也互相踢皮球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也是一個 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人家已經知道他已經過世了 他已經很久很久 已經沒有任何的回應 沒有任何回應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他後來人家通知說 他已經好像有問題的時候 趕快叫這個所謂救護人員 來救他的時候 結果你知道 警察在這個過程裡面 中間的過程裡面 還塞了兩張罰單 你都已經過世了 還塞罰單 所以你沒有救他 你還塞罰單 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寶姐 你看 這個 這是目前為止 中國看到的 大家都傻眼了 為什麼這樣這樣 你看 這有一個人開到這台車 這樣說 寶姐 你看這個路的話 你如果看到這個紅綠燈 你要怎麼走 你根本完全不知道怎麼走 他就說什麼 這是叫九宮格式的信號燈 好 那於是呢 因為這樣 他人家就說 你根本就是要意圖死人 你看像這個燈 這個燈到底你要怎麼去看 他要怎麼去看 很多人 你看這怎麼去看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去看 你兩個燈都亮 我怎麼知道怎麼走 還有 你看 有這麼多 人家就有這麼多種組合 停停停 走停停 各個這樣組合 所以有人就說 那我到底怎麼去 到底要怎麼走 有些人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就犯規 犯規之後 人家就說 你根本就是意圖 要讓人家 去開這個罰單的一個情形嘛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寶姐 你知道嗎 這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越演越練 因為大家都這個心有所感 就是這樣 現在為止來說 你仔細看喔 青島南昌這些城市 你看 這個罰款的年增率是多少 都是100多% 他到處都是100多%的這個數字 長洲109% 這個數千 拼命罰錢 大家拼命給你罰錢 為什麼 因為大家政府已經 地方政府也沒錢 中央政府也沒錢 那這時候怎麼樣 就只要搶人民嘛 就用這種方式啊 那你知道 你就是這個 你自己違規啊 你自己活該 可是很多民眾都說 我根本就沒違規 我就是被亂開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中國地方真的 非常非常缺錢的一個狀況 這個也太誇張了 還叫有缺錢缺成這個樣子嗎 地方政府本來就是嚴重的缺錢 現在問題是這個 這個還有地方他有債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解決嘛 那現在這個問題 已經金額非常龐大 對 所以只有靠幾個副審 所以為什麼李克強 召集了幾個 六票 東南的副審來討論說 可不可以撐起整個中國的經濟 那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還沒有答案嘛 但是看起來 似乎他們還是有能力解決啦 因為中國你知道嗎 中國從建國到現在為止 大概幾十年了嘛 你也沒有看他每次就是 死的人以後還是活的嘛 對 那這個很奇怪啊 他沒有飯吃 他沒有飯吃 死了一些老百姓 但這個國家人還是很多 對 所以其實他不太怕老百姓窮 這個事情 但是他就有怪招可以怪出來 但銀行 他就跟銀行欠錢 那一樣不給銀行錢嘛 那客戶去 那銀行客戶就領不到錢 領不出錢 領不出錢也可以解決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 共產黨解決問題的能力 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他很簡單 他割韭菜嘛 對 他反正割韭菜的本事非常大 他怪招一大堆 然後老百姓也可以想到一些怪招 就跟他搞來搞去 所以我看起來這個東西就是說 國家可能是會衰退了 但是整個人民還不會餓肚子 會餓肚子 怪異的現象 好 會成 所以現在中國的經濟有這麼糟糕嗎 中國經濟糟糕到什麼地步 糟糕到彭博竟然做了一個報導 說中國的經濟走到了盡頭 而且習近平會越來越無力 那他主要從幾件事情來分析 第一件事情就是講到說 全世界的股市在第二季裡面 其實是有上漲大概8%左右 但是MNCI中國指數竟然在第二季的時候 是下跌了12% 這下跌指數可以說是2000年以來 中國相關的表現裡面最差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說代表著什麼意思 代表著其實在這個資本市場裡面 很多的外資其實就已經在撤出中國 第二件事情是 國際的一些外資真的也在過去的 比如說2月到4月 撤資大概有上千億的美元 那也就代表說其實呢 國際的一個不管是外商 或者是相關的投資市場 認為中國的未來的風險 或者是他們的極端封城的一個狀況 會影響到他們在這邊經營的狀況 因此而撤離 所以他們就說從這個資金面來看 很清楚的看到 事實上中國經濟真的出了大問題 第二個狀況是什麼呢 李克強在8月24號的時候 召開了一個很大的會議在國務院 這個會議是要怎麼樣 講白了就是要救經濟啊 他說呢再兩個前提 就是不搞大水漫灌 跟不透支未來的情況之下 宣布要注資一兆人民幣喔 給他西藏青一兆還講說不搞大水漫灌 一兆都已經非常多了吧 他主要放在哪幾個地方 第一個在3000億的部分 在做所謂的金融工具的額度 簡單來講就是也就是在注資這一塊 第二個是呢 要5000億人民幣專項再結一個遲遲使用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有一些能源政策啊 交通金儲建設啊 農村的一個水利的一個相關發電政策 我這邊我也是專款專項補助 那你可以一些單位可以發公司再來進行 所以換句話說也是要搞那個大建設這個部分啊 就像2008年 但現在你虛不受捕 你這一招注資真的有用嗎 另外一個呢 就是要這一些發電 他們現在發電認為發電因為缺電很厲害嘛 他們要針對缺電抗害 支持中央國企發行大概2000億人民幣的公司 這個相關的債券 要來注資弄發展這一塊 那這個到底有沒有用呢 如果說市場對你的資金都呈現一個 遲疑的情況之下 這個能不能用其實是很大的 大家會有一個很大的質疑 那現在事實上呢 中國的這個缺水缺電的問題呢 真的導致他們自解很多的工廠都倒閉 很多工廠都已經倒閉的情況之下呢 還有一個什麼狀況 外資 外資撤離的非常厲害 他們包括舉個例子 他說像以本田來講 本田的去中國化 現在已經要減少在中國這邊的 那個供應鏈的一個依賴度 他們已經宣布 就是說本來呢 每四輛車子就有一輛是在中國生產 全世界的本田的產生物車 大概有414萬台 在中國就高達了162萬台 而且那個比例是比那個美國生產要多 他們現在已經宣布 我們未來會逐漸減少在中國這一邊的產能 就換句話說如果連本田原本中國是它主要生產重財之一 現在都已經宣布要慢慢撤出的話 那你就知道它會對中國失業跟相關的上下的供應鏈 會產生多大的衝擊 第二件事情除了本田之外 日本的一個相關企業他們也進行調查 發現在2022年6月竟然有 日本的企業在中國還有1.2萬家 你想說1.2萬家很多對不對 它是十年來最少的 對 它是十年來最少的 而且呢 很多日本的廠商都跑了 對 很多日本廠商都跑了 然後他說光一年之內 跑了大概快1000家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而且要知道2021年還不是極端封控 今年才是極端封控 今年是極端封控 那在封城封頭亂七八糟之外 現在又缺電 然後現在又變成有可能會缺水的問題 在不斷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滾動式 跟交互的一個作用之下 真的除了日本之外 很多的企業可能外企 可能真的是會開始逃離中國 好 嘉明 我們剛剛看到了很多車子在排隊 排隊幹嘛 因為充電樁沒有電 卻找有電的充電樁 居然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所以缺電 乾旱到現在是越來越嚴重了 其實沒錯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是不誇張 這個是在四川 大家真的是排隊的路上 這排隊的路上不是去充電 就是去找充電樁 因為現在平均大概你十隻 有九隻充電樁現在是沒電的 所以說我搭所有車子 這麼多台電動車 尤其這幾年一直在發展電動車 那大家現在有這些車要充電 變成說我能夠充電的地方變少了 所以大家都只能排隊 這已經是深夜12點1點了 還是這麼多人在充電排隊 那除了排隊充電之外 現在包含很多地方 包含你要取水 因為我家家戶戶沒有水嘛 我要取水我同樣也要排隊 那另外有的在河邊納涼 有的在橋邊納涼 因為我家裡沒電沒冷氣 這都取水的 都要取水啊 因為現在河流已經 也是變得比較少了 那你官方也沒水 所以我家裡要用水 那怎麼辦 那當然去河邊取 要不然就來河邊納涼 來至少充充涼 因為我家裡沒冷氣 沒辦法開嘛 那現在更麻煩 所以四川大家都跑到戶外了 對 現在更麻煩 我家小時候也常常缺電 你只要看到街上 有人都是因為缺電 家裡沒有 連電風扇都沒有 大家都到街上聊天去了 對 晚上我家缺電 有時候也不點蠟燭 大家出去外面聊天就好了 那現在還有很麻煩 雪上加創事 因為現在包含這個疫情的部分 大家也很擔心 所以24號開始就規定 就是說大家一定要去做核酸 如果你沒做核酸的話 你隔天不能出門 不能聚會 不能開會 所以大家就開始趁著早上凌晨 6點的時候趕快去做核酸 為什麼要這個時候 因為週末出去40幾度 所以沒有辦法在40幾度 難怪有人做核酸 坐到昏倒了 對 因為天氣真的太熱了 而且有時候你到了晚上 也都還是40度左右 那當然現在限電的狀況 還看來沒辦法那麼快解決 所以現在在四川 大家很夯買什麼 就是買發電機了嘛 因為官方的電不來 我只好自己買發電機 那另外有的家裡有電的 有這種畜牧業有電的 甚至因為豬也受不了高溫 所以我在豬圈裡頭裝冷氣 總可以了吧 所以在豬圈裡頭裝冷氣 不只這個母豬生完小豬 這個有稍微涼一點的地方 可以讓他們的休息 現在連主人都進去裡頭吹冷氣了 寧可待在豬圈裡頭 還比較涼快一點啊 透過那個空曼畫面 可以看到現在博洋湖 乾枯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跟去年來比 已經萎縮了66% 另外一大湖洞庭湖 大家聽過吧 今年也跟去年相比 萎縮了67% 甚至在長江也都是因為水位 下降的非常非常的多 整個退縮的狀況也都非常非常明顯 但是現在缺水缺電 找出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長江大壩 過去因為認為說 欸這個七八月份可能會有水壞嘛 所以我六月就把水都給烙光了 是喔 所以現在變成長江流域沒有水 我六月水又都烙光 所以變成說我根本沒有水 可以發電可以公民生用水 所以現在看起來 如果長江流域再不下雨的話 這缺水缺電的狀況 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你知道已經談了很多的一帶一路 因為一帶一路在很多地方已經變成爛尾了 很多地方都已經變成了所有的廢墟 這個地方帶給很多人非常多的麻煩 結果我看到王毅金突然的宣布 17個國家23筆的債務 就這樣不用了 欸沒有錯 因為一帶一路這件事真的爛尾 而且爛尾到中國退也退不了 然後呢那些包含非洲國家退也退不了 兩邊都進退兩難的 第一個先講中國 中國如果現在一帶一路這個繼續做下去的話 他們經濟扛不住對不對 可是我前面這個投車都打水標了 所以現在非洲國家集體賴帳了 現在所有非洲國家17個國家就請王毅說 你不要還了好不好 那王毅就說沒有辦法嘛 你現在你怎麼辦 所以這17個國家是非洲的 對 然後現在王毅就說好吧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17個國家的23筆3筆 我全部免掉好了 因為我逼他也拿不出來嘛 那能抵押也都給抵押給你了嘛 可是問題是這17筆債務 很多中國人看到就氣到壞掉 怎麼樣 因為這17個國家的23筆債務加起來 可能有1400億美金以上啊 你說有那麼多嗎 1400億 當然有啊 第一個 桑比亞就欠中國60億 然後呢 安馬拉欠中國363億 安格拉欠中國363億 肯亞欠中國74億 非洲國家十幾個國家加一加 當然就1000多億嘛 那中國人炸過 中文的現在是幹嘛 他這個房貸付不出來 對不對 我房貸就不給我一筆勾銷 你現在給我17國的這個債務 就給我一筆勾銷 果然把我們當韭菜嘛 可是問題是這些非洲國家也很可憐 比如說第一次是肯亞 肯亞那時候就說什麼 我幫你蓋這個機場高速公路 機場高速公路就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肯亞就是肯亞的 因為我們真的需要機場高速公路嗎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人來機場 然後中文就說沒關係就蓋啦蓋啦 結果呢花台幣180億蓋的這個機場高速公路 結果呢沒有人去肯亞 沒有人去肯亞就不會有人在從肯亞的機場離開 沒有人從肯亞的機場離開 就不會有人上高速公路 沒有上高速公路就不會收費 沒有過路費 對 結果呢27年的通行費 然後整個公路全部割給中國 那肯亞就覺得無奈啊 另外一個呢 柯麥隆的高速公路 柯麥隆也很扯喔 7月29號剛通車之後我看到柯麥隆高速公路 柯麥隆我坦白講真的不需要六線道 這六線道真的太大了 你知道它大到什麼程度嗎 它六線道 然後38.5公里 時速是110公里 可是問題是你看機場去拍 真的用不到啊 沒有這麼多的人啊 那對柯麥隆來說 我這金額花了115億台幣 你叫我蓋這個東西 我當然可以賴帳啊 我不需要啊 然後另外一個 蒙特內戈羅的高速公路 這高速公路看起來是很漂亮 沒有錯 可是蓋出來真的是天價啦 你看到這高速公路 你不講真的是以為那種先進國家 歐洲那種大島 可是蒙特內戈羅 其實沒有那麼多的經濟狀況那麼好 結果蓋完1公里 它花多少錢 花7億台幣 那我1公里花7億台幣 我怎麼搞的 還經過峽谷 還經過峽谷 但這被據為世界最偉大的建築之一 可是問題是老實看 我們這樣去拍空拍 也沒有看到那麼多用路了 對不對 結果1公里花人家7億美金 真的太離譜 另外一個是最扯的 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他們弄了一個大橋 這個大橋很大 然後它確實是連接兩個半島的大橋 對 是塞內加爾 對 可是你看這個大橋 為什麼完全沒車 很簡單嘛 它這橋你看 當時還弄那麼盛大的通車儀式等等 可是問題是 你看它要過路費 它的行人要9塊台幣的過路費 騎autobuy18塊台幣的過路費 然後你都是私家車要69塊 出租車是69塊 相行車是92塊 沒概念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塞內加爾人一天賺100塊台幣 你一天賺100塊台幣 我過路費收我9塊2 我需要回來我就18塊 我有可能五分之一收就沒有 我這還是保內跟騎autobuy 騎autobuy要18.4塊 我騎autobuy來回要快40塊 那我如果開車怎麼辦 我一天賺的就沒了 我一天賺100塊 我騎摩托車過去再回來要40塊不欠 不可能嘛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全部降價 變成說你用保內是免費啦 然後騎autobuy是9塊 可是私家車還是很快 私家車要46塊台幣 46塊台幣來回100塊就沒了嘛 所以你要知道這東西根本就沒有人用嘛 然後中國的爛尾不只是一帶一路這種橋什麼之類的 現在比如說中國企業各種爛尾 比如我們先看馬來西亞這東西 馬來西亞它那時候中國企業說要投資1000億美元 在這邊做生理程式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房地產 我們光看這個你覺得只是1000億美元嗎 1000億美元是3兆台幣 3兆台幣你真的是可以在沙漠中弄一個島嶼都沒關係 結果呢1000億美元對不對 結果呢只投入了數十億美元就爛尾掉了嘛 所以這是中國在馬來西亞部分嘛 廣東也是啊 廣東最大的豪宅叫做天喜灣啦 也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全部都爛尾 所以你要看到這個天喜灣 這麼漂亮這爛尾囉 這天喜灣原本是被認為 范冰冰去代言 范冰冰代言啦 而且是廣東第一豪宅 廣東那個人均GDP有多高啊 可是問題是呢 他現在的也完全爛尾嘛 我們看到近拍漲雜草的啊 然後內部呢 你看這個水池 擺明沒有清洗嘛 然後全部都長青胎 生蚊子等等的 所以你要知道 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真的很糟糕 一帶一路爛尾就算 中國企業向外投資也爛尾 中國企業向內投資也爛尾 然後讓范冰冰來代言 范冰冰自己也爛尾 他現在也不行了 所以你要知道整個中國狀況 真的是很糟糕的狀況 好 廣東 我先開始 你知道現在諸葛糧不是公根於南洋嗎 他說這個地方 現在變成中國最可怕的爛尾樓中心 中國有這麼慘嗎 中國經濟狀況的確很慘 你看到李克強前幾天不是到深圳嗎 要求六大省份要當作領頭羊 然後把整個中國的GDP要帶起來 結果你知道這六大省份其中有三個省份 在今年的上半年他們的財政收入赤字 你知道高達比如說四川高達3694億的赤字 然後河南3370億 廣東2912億 全部都是賠錢赤字 這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上次我們常常提到核酸檢測 這個中央要地方買單嘛 那地方沒有錢怎麼辦 他只能去借錢嗎 所以現在發生很多問題喔 公務人員 你知道公務人員 中國公務人員從去年開始就開始減薪了 減薪就算了 還把你的過去的獎金要回來 結果你獎金不是已經花掉了嗎 怎麼辦 他介紹你去貸款 就跟銀行貸款以後先還給國家 然後再給你算利息 所以才八兩字筆 所以你知道中國現在來講的話 缺水缺電 四川也是一樣 你說這幾個省份 六大省份 四川 江蘇 包含上海 包含山東 這些地方缺水缺電的情況之下 怎麼可能GDP會往上走 所以這其實都是一場騙局 這場假話 然後再加上 王毅解除了這些非洲國家的這些債務 所有中國人全部炸鍋了 為什麼 因為你既然是幫那些非洲國家 然後我們的債務怎麼辦 但是我非洲也拿不回來啊 是啊 但是為什麼 中國也不得不做這種事情 因為現在美國跟日本 準備要介入非洲了 準備要把中國趕出去 那為什麼 長期以來 中國就是用一帶一路去騙非洲國家 這時候死的那個國家 所以你說王毅如果不免除 17個國家這些的債務的話 他就會被美國跟日本踢走了 就倒到美國這邊來了 因為美國也在推非洲戰略啊 美國也要拿一筆錢出來 去做這個基礎設置建設啊 你說中國人覺得很不爽 我被當韭菜來割 那我其他國家呢 你今天如果免除非洲的債務 那東南亞要不要 斯里蘭凱要不要 柬埔寨要不要 緬甸要不要 那不是都大翻臉了嗎 所有國家都會要啊 要中國發動戰 所以你要為什麼上一次 你知道茂木敏充 不是到了那個意大利羅馬 去參加那個G20的外長會議的時候 告訴中國說 你乾脆把全世界的債務全部免除掉 故意將中國一軍嘛 因為你不這麼做的話 每一個地方的這個國家 都會要求你中國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不是非洲有 現在可能拉丁美洲 可能東南亞國家 全部都跳出來 大家要比照辦理 對 比照辦理 那時候中國怎麼辦 你內部經濟狀況那麼不好 你財政收入那麼不好 然後你又拿不出這一筆錢 最後來講的話 就剛好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美國跟日本 介入這些國家了 所以你要解決非洲的問題以後 你就自私欲分了 是 因為你知道非洲這些國家 窮國家 基本上他們在一帶一路沿線上面 他們有幾個國家是做得蠻起色的 沒有錯 但是這幾個國家來講 他們債務逐漸的高主啊 那對人民來講是沒有幫助的啊 但是你國家來講 為什麼會債務高主 還是被政府人 政府的官員貪污腐敗去了嘛 所以你事實上 你是中國去養那些政要 而不是中國真的去養那些人民 這時候你的債務免除 也只是免除掉那些有錢人 有錢人而已啊 那老百姓還是想不到這樣的福氣嘛 所以這為什麼說 其實中國人民現在開始覺醒了 看得出來說政府你在搞什麼鬼 那你過往來講的話 你說兩岸外交之爭 現在不是啦 現在你中國自己有一個大戰略不是嗎 那你這個大戰略竟然用錢去丟 用錢去砸 能夠砸出感情嗎 能砸出這個真正的效果嗎 再加上你這個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之下 這種勢力就會持續地反撲回來 好 董事長 我一次記得有一句話 善門難開 你要去做賽事好事不還債 很簡單 可是我剛剛講 王毅你問你不要了非洲十七個國家 這些的債務 那別的國家怎麼辦 那你今天好不容易就好 我要跟你美國跟日本競爭 我拉入 那你不是把東南亞其他國家都得罪了嗎 你認為那麼簡單嗎 最近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最近北戴河會議剛開完 北戴河會議開完 蕭建華拿出來抓出來判刑 17年是吧 13年 13年 蕭建華代表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代表上兆人民幣的這些的 所謂的寡頭的財產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這些一帶一路的債務 這中間所有的款項 你認為這是原外嗎 是誰做的工程 是誰包的工程 中國包的 對 那這些利益全去哪裡了 去中國了 一定是雙方嘛 我要做外交工作的時候 我要跟你這個可能是獨裁 你的軍閥或什麼省長 地方領袖跟你合作嘛 那你就你A一點嘛 對 你跟我收買盟友 照顧盟幫嘛 一定是第一個嘛 那他照顧之後 為什麼要給中國人做工程呢 你剛剛講很好啊 東南亞怎麼辦呢 東南亞後面的咖嘛 非洲有非洲的咖嘛 那後面的咖是誰不曉得 可能是江澤民啊 可能是習近平啊 習近平他們家也有做生意嘛 對不對 也有個曾慶紅啊 每一個大咖後面都有利益嘛 那這個你認為 這個在外包的情況之下 這個幾兆 一帶一路工程出去的時候 對 那都是有關係在安排的嘛 你說王毅有權利 站出來免債務 沒有 當然沒有 他哪有資格談這個事情啊 這就是一帶一路 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所謂的這個 北戴河會議開完了 北戴河會議開完之後 大家分好了 好 東東搞定了 對不對 因為沒有搞定的話 蕭建華會判十三年嗎 這下就代表談好了 談好了嘛 然後錢也分好了嘛 然後他談到蕭建華 所有的不法所得歸功 整個金額 加加起來 我記得好像三千多億人民幣 但是我記得幾年前有報導過 蕭建華整個帝國的 好像是兩兆人民幣 那是謊報嘛 對 那換言之講的 有差距有上兆人民幣 是不是保留起來了 就我這次教你 教那麼多算嘛 對不對 那十三年的 十三年的好自然 十三年他們按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話 他可以減刑嘛 減刑可以減一半 六年半嘛 六年半是不是習近平的任期 剛好就是 最好 老子搞你還要搞兩年 他在五年搞完 還有一年多還可以搞你嘛 所以全部談好 各派系全部喬好 喬好包括這些免債務的人 他免誰的債務啊 他免要自己的話 我自己去A的人的債務啊 例如A非洲 不是非洲 是五指甲在裡面有一咖 所以不要去查賬了 查賬去查 查到被人的話 有一咖中國咖在裡面 中國的一個大人物 一個大領導的股在裡面 有個公司也欠了錢 那怎麼辦 那大家抖出來會不會很難看 所以剛才呼呼頂來 終於損了 所以這叫呼呼頂來的 不是免亞非洲盟邦債務 是免老領導的債務 這樣子的解讀你就搞清楚了 所以北戴河就是喬這件事情 那習近平可以走得出來 也是因為喬好這個事情 全部喬好了對不對 全部喬好了習近平就開始 就定下來了嘛 天下歸一統嘛 習近平確定進入二十大 沒有問題了 然後這些 該給的利益都給了 你看該給的該擺平的 不是 暫時沒有問題 因為他手上還有牌在手上嘛 對不對 你看 所以這幾個大型的動作 最重要你講過一句話 最有道理嘛 千里求官子未踩 那這些老共產黨員 這些老領導 他搞了一輩子就幫他孫子 A那麼個幾百億美金嘛 你現在把我錢搞光了 非跟你拼命不可嘛 好 那這樣子好 讓大家交換 你讓我繼續幹我的第三個任期嘛 那我就放掉你這一碼嘛 所以這個免債務 不是免盟邦債務 是免老領導債務 因為缺水乾旱 現在中國大陸的停電風暴 是越來越嚴重了 我們最近講說現在四川 現在重慶 這兩個天府之國 本來以為說它水電非常豐沛 水電風暴豐沛 它又是一個內陸交通的要衷 所以全世界我們剛剛知道了 很多三系的產業 很多半導體產業都在這個地方投資 可是沒有想到 今年沒有水 碰到60年來以來最大的乾旱 所以剛剛講了 連三峽大法的水位都只有過去的一半 它現在很多地方乾涸 乾涸了以後我沒有水 沒有水我不能水立八點 如果水立八點了以後 我以前便宜的店的來源沒有了 沒有了本來講說我限電六天 現在沒有 現在六天還要再加 加到了十一天 現在也不只是只有重慶 不只是只有四川 現在擴展在哪裡 現在擴展到了湖南 安徽 江蘇 浙江 上海 都受到了一個衝擊 那我們知道 中國現在本來 它的經濟就已經到了一個拐點 因為風控的關係 因為封城的關係 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 已經受到非常大的一個打擊 如果這一次的限電風暴再擴大的話 對中國來講當然是雪上加霜 而這個雪上加霜對中國來講 又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甚至有可能影響到它的政治權利嗎 好 我們今天請到兩邊 對大方首一檔 財經專家 黃瘦碩 你好 大家好 好 這是梅一島 電信報東一島 吳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石瓶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台湾科技法 局委的副民主長林輝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自身媒體人王宜德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自身媒體人王毅亥 王杰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等一下 現在在天府之國 本來水電非常豐沛的重慶四川 對 現在因為沒有水了 因為乾旱了 所以現在電不夠了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這個電不夠的風暴網上擴張 是的 六天變十一天了 它本來是只有工業用電 現在民生用電都不夠了 現在是工業用電 民生用電不夠之外 現在連從四川 重慶 然後往長江下游一直下去 湖南 安徽 江蘇 浙江 上海 全部受到影響 抱歉 目前為止 中國遭受到建國以來的 最常的高溫的影響 目前為止來說 缺水缺電的壓力 現在整個長江流域 全部都是這樣的狀況 抱歉 那現在嚴重到什麼程度 你看 四川 重慶 湖南 安徽 江蘇 浙江 上海 這些地方都已經或多或少停電 要嘛是工廠開始停工 所以這個對中國經濟造成 非常雪上加霜的壓力 那現在停電到什麼狀況 你不要以為只有工業用電停電 你現在看到 眼光所及的時候 你看 成都 成都已經進入所謂省電模式之後 你知道 省電模式 他們索性交通的符號 就把它關閉了 也不需要了 你現在去 你現在去成都沒有紅綠燈了 沒有紅綠燈 因為不需要 因為我們也沒辦法 沒有辦法支應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你看 現在你去重慶 晚上根本沒有夜生活 因為晚上所有的看棒 LED 燈全部都關掉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沒有電 不好意思 我們都 冷氣都沒辦法開 那你更何況是這些 所謂的戶外的這個攀棒 連這個電梯都沒辦法開 重慶非常繁榮 他的夜生活非常的精彩 現在沒有霓虹燈了 甚至連什麼 連地鐵站 成都地鐵站 目前為止來說 你又覺得 現在是民俗業的關係嗎 你看整個燈 整個走到這個地下室裡面 完全已經沒有燈 而且現在很多部分 你看電力快不夠了 趕快優先把這所謂的燈箱 照明把它關掉 所以現在你在中國 這個四川重慶這一帶 你要用那種所謂公共設施 隨時都有可能會停電 沒有辦法讓你走的 這個情形 那多恐怖 你到了地下街 已經非常恐怖了 你到了地下街 那已經就是一個犯罪的溫床 你到了地下街 現在連電都沒有 而且你知道 因為高溫的時候 人民開始鼓噪 你知道這是什麼 這因為熱到不行的時候 你看大家都出來 到出來的時候 欸44.6度 你看昨天重新創下一個紀錄 45度啊 45度 所以很多人都出來啊 他們出來抗議什麼 欸為什麼這時候沒電啊 我們家裡為什麼這時候沒電 他們說什麼 你要我死就明說吧 就這樣子 因為真的太熱了 所以今天 大家都跑到河邊去乘涼了 太熱太熱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熱到什麼程度 保證你看 這電線桿 電線桿可能長期 被這個高溫這樣照照照的 裡面可能有些電線 比較老舊之後 就居然燒起來了 這會不會太誇張了 是 地線桿冒煙 沒有沒辦法 熱到地線桿冒煙 熱到 你就知道說熱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這幾天的時候呢 那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都往這個商場跑嘛 現在沒有 現在去這個成都 你走到這個所謂地鐵下面的時候 全部都是人 大家都站在這個地方 而且你知道 還有幾個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 成都跟重慶 有非常多以前的這個 古的這個墓穴 那你知道墓穴 這幾天你去那墓穴 晚上你會嚇到 因為裡面都是人 大家都躲在那裡面 因為墓穴裡面最涼快啊 比外面兩十度 真的 都在那裡面 所以到現在 你以為是民俗業的關係 不是 他們都躲在那裡面 那熱到什麼程度 現在你看 目前為止來說 也不斷地發生火災 因為天干物灶 又沒有水 我們看這個重慶的福定江 這個地方 你看這整個地方 因為山上缺水 而且天干物灶的關係 整個開始不斷地燒 燒燒燒 因為沒有水可以控制 他們是反覆地 開一個所謂的這個防火巷 才能夠把這個火勢控制住 那除了這個之外 在重慶附近的山 也都不斷地 發生出這個大火的狀況 他們現在都這樣 一定要 你看這已經燒到 整個山都這樣子了 他們要動用到 我本來以為說 只有西班牙火燒山 葡萄牙火燒山 美國火燒山 現在連重慶都火燒山了 現在在這個重慶 四川這一帶 很多山上 目前都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實在太熱 45度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個圖 你真的會嚇到 寶傑這是什麼圖呢 這是中國的地圖對不對 這紅色這個區域 然後這個區域 這紅色區域是什麼呢 高溫在40度以上 30天的 這是30天喔 30天才是紅色喔 然後20到30天的話 是略為比較沒那麼紅 你看大部分的區域 都是40度以上有30天 你可想而知啊 這到底濁熱到一個什麼程度 而且他又不下雨 難怪他的水都乾了 對 他現在的降水量 約莫是過去的 當然約莫少了60% 所以那現在整個 這個長江流域 完全都是乾涸的這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 這是楊子江還有嘉陵江 楊子江嘉陵江 現在我們就講 現在水面完全乾涸 那你看很多網友就說 我乾了你隨意 你看這魚 都乾了 都乾掉的時候 然後就這樣死在上面 另外除了這個 頗陽虎 頗陽虎來說的話 他這個地方 保健 那過去一段時間 頗陽虎都是這個湖泊 對 但現在已經 湖泊已經長滿了這個青草 那事實上 他們有去統計喔 現在頗陽虎的面積只有 380平方公里 那你知道過去 去年同時 多少 3800平方公里 少了 只剩下10分之1 所以現在整個 普洋湖 湖面大減的這個狀況 所以不只是湖面大減 現在所有貓 太湖 下游 全部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竟然 我跟妳講 缺水之後 沒有電 沒有電 保健 我跟你講 更糟糕是在接下 因為沒有水之後 整個中國大陸的農作物 長江是最重要的農作物 所以今年的農作物 大概完全泡湯 之前習近平還在講 中國的糧食要掌握在 自己的碗裡面 就不斷地去講糧食 就糧食又出問題 你仔細看 目前為止來說 在湖廣這一帶 就是說過去的湖南湖北 湖廣熟天下族 現在你知道 完全的地都是乾的 所以他們就說糟糕 今年的稻米 完全都沒辦法生產 那中國當然想辦法 他們想說 我們趕快來人照雲 人照雨 就問題是 你要人照雲 上面都一點雲 沒有雲 連下雨都沒辦法下雨 所以現在真的 中國官方是 一個頭冒在修的情形 好 那剛剛講到的 現在 你因為乾害的問題 你現在沒有水 沒有水不能水利發電 沒有發電 所以你就去電的問題 剛剛講的 美國在這個時候 就踹你一腳 你現在已經非常艱困了 所以剛剛講 你現在是農業有問題 你現在的工業有問題 甚至 以前最強的 滑翔北 就是在深圳最好 最強的這個販賣街 是 現在感覺空無一人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我們過去 在看中國的景氣的時候 其實滑翔北市場 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指標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地方 是全部都是賣電子產品 很多中國都會在這邊買 結果沒想到 你看 過去是人山人海的這個情形 現在 現在空中檔 沒有人在那個地方 而且現在整個 中國大陸的手機 所有的市場 完全都是雪崩溼的 這個狀況 所以沒有人去逛滑翔北 還不止沒有人去逛滑翔北 現在我們昨天不是講的嗎 現在這個 所謂在柬埔寨 有些人在殺豬肉對不對 便宜賣人 那現在也是一樣 他們晶片賣不出去 便宜得要賣 你看過去有一款 這個得宜的晶片 過去是45塊 結果現在 沒辦法 因為我要趕快出新 現在已經降到3塊錢 所以它現在整個 整個產品 真的是跳樓大拍賣 真的是跳樓大拍賣 你看很多產品都降了 反正50%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怕說 我庫存堆來這上面 然後去說話 可能會對我造成 非常大的影響 可是我不懂 你的出口不是還很暢旺嗎 對 好 對 沒有錯 寶傑講到重點 7月的這個出口是非常好的 他們7月出口是3229億 創歷史新高 而且貿易逆差是1000億 可是問題是寶傑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去年的時候 7月這個旺季的時候 去年的運價 我們都說 他們要貨櫃出去 運價當時的 約莫是1萬多塊 邱美佳現在的運價 是節節的在滑落 那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 雖然這個月不錯 但是接下來幾個月 大家都知道說 不用訂了啦 我跟你講 現在義務也沒辦法生產 四川也沒辦法生產 重慶沒辦法生產 長江商也沒辦法生產 請問我現在去訂貨櫃幹什麼 所以現在什麼 等於出現說 現在那些貨櫃運價 已經領先告訴你 對 中國經濟即將要大幅的滑落了 所以貨櫃價格 是一個領先指標 對 它已經大幅的開始 因為大家已經不想訂了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 目前為止 中國上半年的財政收入來說 只有13.2兆 這個年減來說15% 過去他們的 等於是稅收減了15% 你就知道 這個對中國的經濟 到底影響多大 你看 中國的消費力道沒了 投資也沒了 然後整個政府支出 也沒辦法支出 然後進出口貿易來說 目前還能撐住 可是未來幾個月 因為沒有水沒有電的關係 它進出口貿易 將會大幅的減少 所以等於是 中國所有的成長引擎 全面熄火的一個階段 難怪 歐洲三位最近講話 講到你說 他說 你中國現在有很多溫療 你不要再自找死路了 沒錯 歐洲三位居然罕見的 批評了官方 就說你不要再自覺死路 所以那事實上 現在整個中國的經濟 下滑的壓力非常嚴重 這也是我們正在講 為什麼那些一帶一路的國家 現在這麼慘 因為中國自己 都已經自身難保 我還有誰去管你嗎 所以我們就講 今年來說 我們不是講到說 跟中國綁得越深的 真的越慘嗎 我們台灣等東西的獲利 已經超過中國 不說 我跟你講 一個國家 南韓 南韓今年的上半年的時候 經濟成長一開始出現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他跟中國綁得太深 所以就告訴你說 真的 如同我們這幾天講的 跟中國綁得越深的 在中國經濟下滑的時候 真的會受傷慘重 好 董事長 你特別提到的是 李克強最近的動作是耐人尋味 他特別跑到深圳 特別跑到深圳 他就是鄧小平的銅像去祭拜 祭拜還講 長江黃河不會倒流的 他這個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可是妙的是 這句話被剪掉了 所以這個就是兩大路線之爭 李克強主張就是 現在跟這個鄧小平取軍嘛 鄧小平什麼軍 就是很簡單 改革開放 是 四個字嘛 對不對 就是說我導到深圳 深圳這邊有一個 導播看 有一個鄧小平的一個銅像 特別去祭拜他的銅像 祭拜他的銅像 特別講 他說改革開放跟人民生活 跟人民的幸福感 是緊密相關的 你看 鄧小平就在這裡 是 然後習近平主張什麼東西 習近平主張叫做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概念就是很簡單 要照顧底層生活 簡單就是社會主義 一個就是資本主義 不管這兩個路線完全不一樣 所以習近平經過了 過去兩年的打壓 你看看所有的數位經濟 全部崩盤 房地產全部崩盤 銀行崩盤 不是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對 所以剛剛施中講的對 現在嚴重的問題就是說 本來扮演的所謂的 世界經濟的引擎的中國 現在熄火了 這個熄火現在慌了嘛 習近平也慌了嘛 所以他有點退縮嘛 為什麼能夠有這個機會 讓李克強能夠 他們現在開玩笑講 南巡啊 對不對 能夠 李克強南巡 李克強南巡 到深圳了 這個概念就是說 要讓舅舅看 我覺得非常難以詢問的是 他在這個地方特別講的話 中國改革開放要繼續向前推進 他講黃河長江不會倒流 鹽田港的水也會滔滔不絕 這個本來央視報導了 央視報導了以後也上網了 上網了以後突然之間全部都沒了 是 所以說這個路 所以我講了嘛 這是兩個路線之爭嘛 一個改革開放 一個共同富裕嘛 那這兩個路線都有道理 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因為現在中國現在清道理 如果說這兩個不妥協的話 就是很簡單 清零政策嘛 你要不要妥協嘛 現在清零政策是屬於 習近平的路線之一 然後他現在還有一個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現在老年人口增加了好幾億 我詳細數字忘記了 然後年輕的這種勞動力 大幅度得負成長 那你這個如果共同富裕的話 你就照顧這些人生活 照顧中國老人生活 把你國家吃垮 把你整個都吃垮 活生生把你吃垮 然後所以延伸出一大堆問題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地方經濟的基礎是什麼東西 叫做房地產經濟嘛 房地產經濟垮掉了 對 現在整個全面都垮掉了 所以變成 現在變成地方政府 用地用賣地 然後得到了高價的價格的地皮 賣地所得 然後透過所謂的地方的 城市投資公司 然後再去跟地方的銀行借錢 這個等於一個惡系循環 就掏空接銀行了 搞了一半天地方銀行被掏空了 這請你難怪錢禮不出來了 錢禮不出來 現在全面性了 那這個全面性的問題發生了 所以李克強現在還有空間 因此在為什麼在 你看到北戴河會議的第二天 就很 因為北戴河是很神秘的會議 從來不告訴你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 但是大家很敏感看 怎麼搞的 同一天 出來了 同時出來 一個到廣東 一個到遼寧 一個人一南一北 所以他們網路上 網友在開玩笑講 這叫做藍原北側 完全相反 那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回到一個根本問題 是從我們台灣看的話 就是中國的經濟引擎 的熄火之後 如果起不來的情況之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 基本上內部會有動亂 基本上動亂 然後他扮演世界的 這種重要角色能力衰退 所以你剛剛提 這兩天提到一帶一路 那個不可能的啦 根本沒有能力去承擔 一帶一路的這個 過去的晶圓角色 好 我看 剛才講的 以前歐洲其實對中國 是非常友善 因為吧 我就看到中國非常大的市場 我們就講到 你今天福祉公司 憑什麼變成全世界 最大的汽車集團 就是因為有中國市場 你今天包括了兵士雙兵 你也在中國得到 非常高的獲利 甚至你的Airbus 你都到那邊去生產 我就是要你的市場 可是現在歐洲講不對喔 現在你賣給我的 比我賣給你的多了一倍 也就是現在歐洲市場 比中國市場 更有兩倍大之多 歐洲現在開始 有一個什麼 一個代表 中東歐 很多人 今天又不是有17加1嗎 對 不玩了 寶傑哥我今天先跟大家 開場講一個立場 這就是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現在包含在中東歐 包含在很多地方 變成走投無路 最後安心上路 緩步退群死亡了 真的 就是這樣我沒有騙你 這跟我們台灣有關 觀眾朋友我跟大家知道一下 2012年的時候 這個中國跟中東歐 也就是這17加1的國家 包含了這個立陶宛 愛沙尼亞 拉脫亞 斯洛發克 他們跟中國大陸 簽了一帶一路合作 你看這是2015年的事情 2012談到2015年 你看習近平跟大家 他當時做了很多計畫 我就舉個例子給大家看好了 像這個中國跟中東 合作了這個鐵路 本來是高鐵 2015年講好說3年後要蓋好 2018 把結果我們現在是什麼年 2022了 已經2020對不對 4年前就蓋好了對不對 那真的是已經好了 可是呢 他本來講是高鐵 後來變成一般鐵路 降級 這差很多耶 沒有辦法 因為中國大陸這幾年 他COVID-19他也受傷很嚴重 所以原本大一要到的資金 沒有到 而且第二個因素是什麼 第二個因素就是 你在世界各地一帶一路的這個表現 都不好 再加上我說為什麼跟台灣有關 寶傑哥你要知道 立陶宛是這個17加1 第一個退群的 他退出之後呢 後面艾薩尼亞跟拉特亞跟著退 對 所以就17-4 變成17-3 現在變14加1 所以呢 中東歐現在對中國大陸 除了匈牙力以外 都反生的質疑 而且我剛剛講 這就是個例子嘛 你說到的東西 你要投資 你要到位的資金 並沒有完全到 所以中東歐17加1 變14加1 寶傑哥可能很快變13 捷克也可能要退 對 捷克也要退了 中東歐的一帶一路 現在緩步死亡中